志偉哥 你有什麼 我現在講的這個是 便池常識 對 這張照片就是一個 被家人抱失蹤的一個 26歲的年輕男子 他後來被發現是 沉濕在糞管裡面 這個廁所叫做漢廁 比方說 這個是我們家裡面的便盆 對不對 那他呢 你的糞便下來之後 他是在外面 會有一個糞管 固定會有來通糞管的人 來抽這個 挑那個水肥的人 是是是是 那這個男的 26歲 他叫兼野直肢 他是在他們這個村落裡面呢 是一個學士很好 而且呢文武雙全 那甚至他還參選了 他們的青年 這個協會的幹部 所以他是在當地呢 每個鄰居聊到這個人 都是撐大拇指 是個好 好的青年 那他自己本身也在核能廠 當一個業務的工作 但是為什麼他人 會跑到這裡去呢 我讓大家看到 看另外一張照片 你會覺得更清楚 因為他被發現的時候 怪的是什麼呢 他是 整個人是躺在裡面 你想想看 這個是一個 上廁所的便斗 便斗 那這個是牆 外面是這個糞管 那這個糞管 他要進去 人是躺著 他被發現的時候 人是躺在裡面 然後他是屈膝 然後手是抱著他的膝蓋 重點是 他的上半身是赤裸的 他沒有穿衣服 他的衣服是折好 被他抱在他的胸前 那所以說 奇怪 為什麼會 他的屍體會被發現在裡面 誰發現的 這件事情發生在三十幾年前 1989年的228 2月28號這一天 那個時候剛好日本 他們的天皇就是駕崩了 所以那一天是國殇 228發現他的屍體嘛 對不對 2月24號 他人跟他爸爸媽媽說 他要出去 跟朋友談一下事情 就沒有回來了 所以他失蹤了四天 才被發現 那被發現是因為 他的這個 女老師的好朋友 回到家要上廁所 賀蘭發現說 奇怪我們家的馬桶 怎麼會有一雙皮鞋 浮上來 這太怪了 因為這幾天 我家根本沒有人 他住的其實是學校的宿舍 後來發現 應該蓋著糞管的蓋子 卻被打開了 那被打開之後 他探頭看了一下 大叫了一聲 因為他看到了一雙腳 所以就報了警 警察來之後呢 這個屍體怎麼樣 就沒有辦法 從管線給拖上來 最後是拆了他 把他打碎 才把裡面的遺體給拿出來 那拿出來之後 因為都沾滿了糞便嘛 那沾滿了這個糞便呢 就是要清潔 因為這個法醫要 要勘驗 到底他是怎麼死亡的 就他被發現死因 就是因為他 呼吸 這個衰竭嘛 死掉的 那其實他身上都沒有外傷 所以認為說 應該不是他殺 應該是他自己鑽進去的 那他鑽進去的原因呢 就是他要偷看他的好朋友的 未婚妻 就是這個女老師上廁所 要偷看他 所以他 因為這個女老師長得非常漂亮 所以又是他 也不用沾 所以這個是 他的父母沒有辦法接受 怎麼可能會做這樣的事情 你無法想像一個合理的解釋 因為如果不是他這樣鑽進去 誰會把他放進去 誰會要把他放進去 而且放進去 然後重點是 因為他的胃 也有被檢查嘛 如果你是被喝酒喝醉的啦 或者是說你被下藥 胃裡面一定會有 就發現他的胃裡面是沒有任何的 酒精或者是安眠藥的反應 所以你要說他是被打昏 後天他頭也沒有外傷啊 那他是怎麼進去的呢 那當然這個眾說紛紜啊 他媽媽說那一天他要出去的時候 他說要跟朋友談事情 慌慌張張的 所以媽媽覺得 會不會是他跟仇人約 要出去談判 後來一言不合 他就跑跑跑到這個地方 要躲起來 就躲到裡面去了 躲到這裡面去 你要跑 應該也要跑到人多的地方吧 很不合理吧 所以就變成是一個 到目前為止 日本 那個上千件懸案 這一件已經是 這個應該有排前30名 還不是 至今也是 至今也是一個名號 懸而未起 對 他最後是以意外結案 他自己爬進去 然後意外掉下去之類的 對 但是我覺得很多的失蹤人口的故事 其實你會發現 大部分家人都會很緊張 第一時間就會報警出力 所以我還看到網上有一些新聞 是找了30多年 還在找失蹤家人 是 但有一群人 我覺得他們就比較可憐 就是我要講這個 恐怖民宿 結殺皆有的案件 所以我要講的故事是 在2008年的時候 當時為什麼這個事情 會爆發出來 是因為有一個保險的 理賠調查員 發現有一個死亡案件 這個人呢 他很奇妙 他是到中國黃山去旅遊的時候 墜骨身亡 然後就客死異鄉了 回來台灣只剩下一盅 骨灰彈 然後一查之後就發現 奇怪 這個人他是街友的身份 可是他在出國玩之前 我們都知道出國的那個 出境機場大廳 有好幾家各家不同的保險公司 他是在出國當天 在那個機場外圍 每一家都保 然後保了總共加起來是 5000萬的旅遊意外險 然後就出國完了 然後到了黃山才第二天 馬上就跟著團員一起上山 然後最後一張人生的流影 就是在那個懸崖一邊 跟他的同事合影 結果他就墜骨身亡了 那這一件事情 為什麼被發現 就是因為他回來 骨灰回來台灣之後 有人要來領這5000萬的保險金 通常只要有高額保險金 我覺得保險公司那個 敏感的身份 會警覺 對就被挑動起來 那一查之下發現 欸不對耶 這個人他明明是街友耶 可是怎麼會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有一連串很不尋常的案件 比如說他突然有工作了 然後他進了這家公司之後 很快的跟公司裡面 年紀跟他相差有點大 跟公司的這個女同事結婚 然後公司很快就送他們 去員工旅遊 第二天他就渴死一鄉了 一查之下才發現很可怕 在淡水有一間叫做 老董的家的民宿 他雇用了很多的街友 然後這些街友 到底是為什麼會被他騙到這邊來 原來是這家民宿的經營者 李姓男子 他會去路上詐騙跟物色街友 那到底街友對他有什麼好處 他把這些街友騙進來 其實街友無非就只是想要 有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 然後有三餐可以吃 這個李姓男子就跟他們說 你可以來我這邊工作 我有這個工作的offering可以給你 然後你進來之後 他馬上會把這些街友軟禁 然後要幹嘛 他拿他們的身份證去辦開戶 然後去辦這個炸袋 聽說他這個19名的街友的人頭帳戶 殺掉之前他還要再領他一筆 就讓他出國去玩 然後幫他保高額的意外性 然後警方接獲這個報案之後呢 其實就開始慢慢不先調查 去破貨的那一天 其實有新聞畫面 大家網上可以去看 真的很蠻恐怖的 在老董的家的頂樓 有一個709號房 警方打開門的那一剎那 發現是一個很陰暗的小房間 大概才四五平不到 窗戶都是那個窗簾蓋起來 外面好像還有鐵窗 然後地上做了八名男男女女 每一個人都是劈頭散髮 然後大家都是骨瘦如柴 然後腳上都是腳樓靠起來 那可能都很久沒有吃飯還怎麼樣 大家都是這樣子躺的躺趴的趴 奄奄一息這樣子 才發現更恐怖的是什麼 他把這些街有關在樓上的同時 這一間民宿還在營業當中 天啊 下面都有住正常的客人 下面是正常的旅客 來來往往 然後上面是人間監獄 戀獄 那為什麼沒有人聽到是因為 其實這些街友都已經很殘弱 對 他們連這種求救的能力都沒有 那我剛才不是說他這幾年來 有19個帳戶 請領了1億3千多萬嗎 那房間裡面只有七八個人 還有死掉的那個良性男子 總共還有十多個人 不見了 就這樣子不見了 確實 流浪和街友 因為這個在社會很邊緣的角落 你如果真的有什麼事情 我看很難去關注到他們 可是他們這個謀殺會成立嗎 他是旅遊在國外掉下去 他也不能證明他們是殺他 還是他自己掉他 這個很難成立 就只能一樣是炸保 你也無法證明他的死亡原因 對啊 那一樣只有炸保 你也很難說他炸保 最後這個理性男子他是有被判刑 我記得他被判了十多年 因為他就確確實實被發現 他就把那些人關在那邊 關在那邊 那也不是殺人 對 那我剛剛聽了很多 就是聽起來比較負面 我們講一個比較 最後沒這麼慘的 你有開心的故事 也沒有多開心 找律師應該是不會開心 失蹤多年現身 勁提高 那其實從這邊看錯 他其實就是沒失蹤 那時候我們接一個案件 那他是一個女生來 他說他被告了 我說怎樣 他說他賣了別人的房子 他怎麼賣掉別人的房子 對 其實就很簡單 他委託書順便簽一簽 然後硬件證明也可以委託 全部都可以給別人做 可是那個啊 地契啊什麼的 地契他只要重新去申請 遺失補發就好了 他也可以用他的名義 反正寄去他家 這一切一切 都真的可以用委託人的方式 有信要弄 委託人 委託 偽造 就可以了 戴錢 我也可以賣掉你的房子 對 那你們兩個要先同居 然後我說那你願不願意還錢 他說願意 因為罪證確鑿啊 那個筆跡鑑定很快就出來 可以知道是他那個女生 去幫他偽造的 我說那你到底是偽造誰的簽名 偽造他 錢 他說是前男友的簽名 我說那還他錢 我們拚和解好不好 因為和解他沒有錢 可肯定還行 他說做不到 我說為什麼 他說他男朋友 前男友 沒有啦 早就消失了 消失 消失 他說他就是大概在 八九年前的某一天晚上 所以他才有辦法去偽造這個 這個 power of attorney 去賣他 不是啊 這充滿了一點消失了 那又怎麼告他 對 問題就在這邊 我就說他消失是什麼意思 他現在不是出來告你嗎 他說簡律師 就是八年前 九年前左右的時候呢 他那時候 他男朋友有一天去上班 就再也沒回來了 他們兩個是有生小孩的 那他也那時候去報案 那可是其實依據我們 我國現行法律啦 那個 非家屬 不太能報案 那除非你可以證明說 你跟他有永久同居事實 可是很多警察 會不管這一塊 就說 反正你就找他的家人來報就好了 那他也嘗試去找他的家人 可是找不到 因為他後來發現 他其實沒有任何 他們家裡的聯絡電話 那因為有小孩在 那時候才剛出來搶保 那他就覺得 只能先放著 就住在他男朋友買的那棟房子裡 也就是他後來賣掉這一棟 但因為這個女生的經營狀況 實在真的不是很好 最後真的逼迫 迫不得已之下 就開始了一些衛造行為 就他想說 算了嘛 反正都是我在住 結果一賣 才過沒多久 就收到檢察官的傳票 欸 對啊 對 他說 有人告你 被就是你去衛造文書 侵占別人的資產 誰告他 對啊 他覺得莫名其妙 他失蹤是假的 失蹤是假 根本沒有人去報 對啊 他都去哪裡了 對 我們那時候在偵查中 其實一直跟檢察官講說 這個人 他就真的只是一時沒有錢 所以希望可以傳對方來一起和解 可是對方一直沒有和解的這個意願 然後直到法院 因為他後來起訴嘛 這個罪證確証 他就不願意出來作證喔 那個男生死都不願意出來 對 他不想認那個小孩就對了 他也認 認喔 只是說他沒有去登記 他目前是登記付不祥啦 反正他那時候出生自己弄 然後呢 我們想要和解也沒機會 他不出來 我們要訓問他 我們律師可以問他 他也不出來 那最後檢察官跟法官 其實都很同行這個女生 因為他們也覺得這個男生有點 就是沒意思啦 最後是判緩刑的 那緩刑就是完全不用受到任何處罰 也不會有紀錄 只不過這個女生一直耿耿於花 他想要知道這個男生到底跑去哪裡 對 所以他就請我們幫忙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去月券 就去看說法官那邊月券 那個卷宗是什麼啦 那我們就找到一個東西 是那個男生他是請律師寫狀 給檢察官要告我們的 那他們有提到說 他怎麼知道這件事情的 就是銀行 因為有一點點房貸 銀行知道東西要被法 房子要被法派的時候 他不知道神通廣大還怎麼樣 就真的通知到那個男生 銀行比他還厲害 對 銀行找到人 找得到他 然後 警察找不到人 銀行找不到人 要錢都要不到 所以千萬不要 不要欠銀行錢 天涯海角他都能幫你挖出來 對 然後我們就看到他付了一張證據 就是銀行通知他的那個 類似通知單說 欸 怎麼 怎麼突然賣房子 類似這樣 我們要拿裡面的抵押權 那上面就有一個送達地址 在宜蘭 我說好 那我找給你了 我們 我們不是徵信社 所以我不會幫你去做這種調查的事情 他就自己去找 就看到那個男生出來 帶著全家老小 所以那個男生其實根本自己家裡有家庭 那跟他在台北就是成立了另外一個家庭 那只是說可能是快被 看還怎麼樣不管 反正就拋家棄子 回到他原本的家 那可能也怕這個女生去嚷嚷 所以乾脆把房子借他住 可是他覺得說建你住可以 你還把我房子賣掉有點太過分了 所以他知道自己房子被賣之後 就 就是告了這個女生 那女生幹嘛去找他啊 他就想知道真相 因為他一開始不知道 他說這個地址是什麼 我連看都沒看過 他本來想找那個男生對職 可是看到出來是全家人他 他會不會是故意那個女孩子 要賣他的房子 為了把他揪出來 我覺得他給我的態度 是他真的活不下去了 他那時候並不是付我錢 是透過那些 就是弱勢團體資源 來他們有付錢 來請你資源 對啦 被告嘛 他為什麼想要找這個男生 可能也想見他一面啊 或是討伏養費啊 小孩一個人養 對啊 OKOK 來